5月21日张子怡晒出了一则视频 曝光了他走红毯前 竟然还吃了加了鸡蛋和火铁肠的泡面 并调侃自己是 这是一个宁远年的日常 张子怡揭露了他从干纳到吃泡面 到准备山蝉到偶遇福哥的全过程 在经过各种试采访后 张子怡一边回到了酒店吃起了泡面 还有香肠和鸡蛋的那种 一边说着衣服好紧 不能吃太多 一边和助理博弈着想要吃更多的泡面 吃过泡面之后 张子怡一边准备礼服上台 并和老公汪峰展示了自己的服装和招型 但张子怡问汪峰好不好看的时候 汪峰直接回答好看 结果被张子怡吐槽 你看都没看就说好看 张子怡与法国当地时间5月22日 并在本届甘纳电影节开班大师班 他是首位货邀开班大师班的亚洲电影呢 除此之外 他的经典的作品 卧狗长龙也将于甘纳举行特别翻译 OB bekommen O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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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B